你好,我是来自台湾台北的谢丁阳 然后这次来参加云台会的云台咖啡产业投资考察活动 然后因为一直听这个 这个保山的咖啡是在全中国是很有名的 所以特别想来考察和体验看看 感觉这个咖啡的味道很香醇 然后也有很好的浓厚的甜味 咖啡的香味 这个咖啡因为我平时喝咖啡喝的不多 但是像这个咖啡的话 它喝起来首先它的香味非常的浓烈 但是它同时苦味也比较少 但它其中的果味却是非常的丰富的 总体喝下的感觉是这样 总体上还是对云南的咖啡很有信心的 因为相对于精品咖啡 其他地区的产地的话 可能比较多人知道 但是就是说 其实就是以国内云南的咖啡来讲 还是品质是很好的 然后这整个的产业链 现在感觉也是有比较好的发展 和政策的支持 所以对于未来还是有蛮多的期待 我们这个乌佐投资集团 本身是在做这个文旅和设计的品牌 所以我们也期望可以在未来打造一个咖啡的品牌 咖啡的产业活动 还有文旅相关的产业 未来也有兴趣可以在这里做这个相关的这个事业 之前也有看朋友推荐过很多 因为台湾对于云南的旅游这些是比较有认识的 但是在旅游之外呢 又可以了解到更多的产业 还有这些生产的这个情况的话 那其实可能会有更多更深入的连接 我们具体其实就是在做自己的 自由品牌的创业 然后做设计 做规划 以及做这个餐饮类部分的品牌 所以我们也对未来对咖啡这一块的投资是比较有兴趣 当然是希望这个互相的交融 还有这个了解能够更深入 所以像这一次的活动 其实我们可以深入到民间和官方的这种了解 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因为要不然其实对这里还会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 但是这种交流的愉悦深入 可能未来就是双方这种互相的了解 还有产业的发展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结合 我们云南咖啡 我觉得就是其实性价比是很高的 而且绝对是不输其他产区出国外的